如果真的是為了流量 然後做出這些造假 然後引發國際社會關注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不太妥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真的 他就真的太過頭了 所以 最好是不要這麼幹 不要教壞小朋友 當你亮了大碩 你該在那邊關一關就關吧 他這件事情其實我 目前還是有點物理看過 我覺得 當你真的有流量 然後起來以後 應該不會去作假這件事情 對 所以其實 真的還是有點看不懂 這個行為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如果真的是 為了流量 然後做出這些造假 然後引發國際社會關注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不太妥的一件事情 因為 我知道可能創作者 在創作上面 可能需要一些破壞眼球的東西 可是 對於我來說這種已經 如果是真的 他就真的太過頭了 所以 最好是不要這麼幹 不太喜歡 很多事情是這樣子 我自己在做 我自己在做頻道 我從以前到現在 基本上都不會去做一些 就是 不管是跟時事啊 還是什麼 比較當下流行的東西 我覺得 所以我依然還是幾乎都是在走自己的路線 然後 因為其實隨著你的知名度 慢慢有了以後 你自己都會有 慢慢的一些道德標準在 甚至說 有很多小朋友會看你 就變得你需要 成為他的榜樣 可能是說一些不妥的行為 盡可能 不要出現在你的影片裡面 其實某種程度對自己的要求是 就是 主要就是散發一個 希望能夠散播快樂 散播愛給到人家 那你說以前會有一些比較超過的 可是我們會想辦法去把它遠回來 那個時候是在追求流量 那現在的我們 就會覺得 其實我們做得讓自己快樂 然後同時能夠感染到別人 甚至說給人家一些正能量的話 那對於我們來說 這是做影片的最初的初衷 不要教壞小朋友 會看我們頻道的 其實從小朋友 從幼稚園到 四五十歲都有人在看 對但其實一開始 一開始我不會去care這些 博取流量的東西 可是到後面你真的會發現 一個人說 一個人可能有一個家長 才會私訊你說 可不可以不要在鏡頭前 說些什麼 或是做些什麼 你一開始覺得還好 可是當十個 二十個 都這樣跟你講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 真的已經開始有人在關注了 你真的必須要改變些什麼 改變一些形態 去讓道德這件事情 變得更好一點 去讓道德這件事情 變得成為一種榜樣吧 我覺得就活該吧 對啊 咬由自取 你今天想要用這種方式 去呈現給大眾 那 也許你會覺得 大家只在看戲 可是你已經造成 社會的一些資源的浪費了 真的沒有必要 為了流量 然後讓其他國家的人 對台灣的國際影響 變得很差 你可能覺得很好玩吧 可是 當你釀了大錯 你該在那邊關一關就關吧 沒事不要去浪費這些 不管是社會資源 還是國家資源 然後當大家都是真心 在關心你的時候 換來的卻是一場變局 我們的心是很痛的 對 就 好做一隻吧